對 對我的博士論文通過真的有興趣嗎 國偉 因為我剛聽到盲哨說 我不知道什麼是盲哨 我也是念的才知道 其實台灣的博士 我不能說好過啦 但是沒有那麼多關卡 那關卡非常可怕 也就是說你除了我們在台灣 以前我念碩士大概是出了開題 然後寫完就是請老師來審 但是在大陸因為他是一個 就是公立的大學 他有一些規章 那不管你是誰 你就先開題對不對 當然要先學分修 開題之後就已經是一堆老師來審 然後把你批評的真的體無完膚 然後說後面有個老師還跟我說 我對你這種寫法 不合歷史的那種學術的寫法 我表示憂慮 然後他們也是為你好 然後我就這樣 就開題之後奮鬥了兩年 那要通過三關 第一關就是遇答辯 也就是說把你的寫成的論文 給校內的知名教授看 他們通過讓你繼續去盲審 你才能盲審 那盲審就是大魔王關 大魔王是我之前有兩個優秀的學長 一個差點被刷掉 一個被刷掉就75分就被刷掉 那如果只要有一個被刷掉 你就不可以參加博士的答辯回家 掉個方向重新來怎麼樣 我的天啊 所以我就是很怕這一關嘛 那就是三關呢 那我今天其實我沒辦法登入學校系統 不知道為什麼我只能請大陸同學幫我看 就拿我的密碼讓他進去看 他就是一個85一個89一個91 我顯然遠遠的超過 我本來只要75嘛 結果你都至少大概10分20分耶 哎呀那個也沒關係 我真的只有三個75我也過 可是之前有學長就是他們遇到一個 也是遇到盲審也不知道那個魔頭在哪裡 他可能大方給你打分數啊 之前兩學長他們遇到的老師是 一個剛好給他75一個給他74 你看你看這樣是會怎樣 結果他本來已經是要念博士 他工作早好了要去當講師了 而且是很好的大學 他就因為這樣子那工作機會就丟了 然後晚一點畢業後 他就找到一個比較不好的學校當老師 當然我跟大家比起來是 我比較幸運 我不用找工作 我每天都在學生群組看到他們在發說 哪裡哪裡有工作 有教職這樣 我每次都很忍不住說 我好羨慕你們可以找工作 但我都知道我會被圍剿 總而言之我通過囉 恭喜恭喜 我知道最後一關對我不難 因為我不是一個表達能力不行的人 我是一個可能寫作能力不太行的人 沒有沒有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所以我只要去把他講好 然後態度謙公 你知道我態度是多謙公嗎 老師只要說這個東西怎麼還有錯 對我的錯我的疏忽 老師謝謝你的指導 老師一定很喜歡你 我真的挺可愛的好嗎 因為我知道我一定 我不能因為得罪老師而不過呀 最後一關像這一關比較難 最後一關一定會好一點 我還要再回那個月露書院去 然後去請那個就是他大概要有五個教授來會審 那基本上到了最後一關齁 真的除非那天我發瘋罵教授 否則應該不會 應該是對會比較好一點 恭喜恭喜 你知道一個人喔 那就跟你朝生之路快走完那種感覺一樣 是是是有點捨不得對不對 會嗎 不會耶 不會喔 我朝生之路後來大部分人捨不得 其實會啦 其實會 因為我覺得我好像因為總共中間經過疫情 那其實我跟著學校還不夠那樣的熟悉 因為有一半的時間我是在線上上課 沒有在那邊 你知道到達終點那個感覺 就好像我有跑馬拉松嗎 其實我覺得最痛苦 通常也是最快樂的過程 就是我看到那個門快進了 那有時候是時間也快到了 然後你就看到那個門 然後其實跑都跑不動 你就只能慢慢靠近他 但在慢慢靠近他的過程之中 你享受到的是一種心花怒放 就是心理學上說的flow那種感覺 心流 來採你的冬至朝聖之路 我不要占掉你的時間 不會不會 這是一條我想去的路 當時我有跟謝澤清他有去跑其中一條 法國之路 他是法國之路 一樣的是不是 可是他跟我說有一條有很多米其林餐廳的是哪條路 法國之路 葡萄牙之路好像也有 這邊剛好整理一個簡單資料 現在目前全世界官方的辦公室有認可的大概是這九條 對我其實本來因為我小孩昨天去 其實還是要當媽媽 昨天去英國遊學 你知道我想幹嘛嗎 我竟然想要去小走一下四國片路 喔有有有 這邊四個日本的 日本 可是這是熊野古道 這就是四國片路嗎 對他就是裡面有好幾條有不同的路線 但是到一個終點 我竟然想要去他就 很舒服 那個叫四走看看 對對對其實可以 你可以三因為他近嘛 你可以三四天 就去走幾個四 然後八十八個四嘛 就這樣繞一圈 彈你的這個比較精彩 因為謝哲青說我只適合朝聖之路裡面的那個 就是米其林之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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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去那邊吃 可是我發覺後來發現他有點在騙我 你知道怎麼說嗎 為什麼 他說彈女姐嫁了 本來他有一段時間他不是在走嗎 那我說我要去陪很多人 會去陪她走一段 我說我去陪你走一段 結果呢他就跟我說 喔是這樣 可是我們那個朝聖之路的宿舍 恐怕不和你住喔 因為都是上下鋪的那種庇護所 他如果想你大概不行 那邊你可以去住五星級飯店 我後來看你書發現他在騙我 怎麼說 不是旁邊沒有五星級飯店 大城鎮裡面有 一般的小城鎮 你如果今天留宿的是小城鎮 可能那邊只有30戶人加40戶就沒有 你就是住類似青年旅社 但是如果你到是Lion 或者是比較大的城市 里昂嗎 里昂 或者是比較大的城市 Estoga 或者是比較大的城市 他會有比較好的飯店 可是我已經走得很疲憊的 要走很遠才到五星級飯店吧 還是可以叫個taxi去 也可以叫taxi 在路上有很多人 上帝會不會原諒我 一定 看到你走上帝已經很開心了 不會沒有原諒的問題 他已經很開心了 對對對 因為我覺得你這個行程很健康 有很多人也是會坐公車坐計程車 他讓自己舒服一點 很多人算很彈性的 有的人還騎馬 真的嗎 有的人還騎馬 這邊不行 但是去年一年 起馬不如本人走路 但是聽起來這個輪椅還不錯 還有輪椅的 有可以租輪椅嗎 去年好不好 去年有幾個輪椅族的台灣人也上路了 台灣人是輪椅的 那就完成了這條路 還可以自行車 不過我覺得自行車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幸福好時光 好我們來講這個冬日朝聖之旅 人家去的時候不是都是春天去走嗎 你為什麼要走冬天 只因為人少嗎 對我剛好是因為裸辭 所以剛好告別一段工作 剛好就是在年初 年初之後我想說 如果要比較熱門的時節 是春夏季去 可能又有三四個月的空窗 我不想要耽誤時間 我個人又喜歡冬天 我又覺得因為我想要走這條路 是因為我不是那麼快樂的人 我想要去走上這條路療癒自己 所以我覺得沒有人對我來講很好 我去面對自己去跟自己和解 去跟自己對話 所以我就挑了冬天上路 那那裡的冬天很冷嗎 因為我看你拍的都是雪景 然後大平原會不會 我確實覺得冷 雪不可怕 可怕的是那個很冷 風又在你耳朵旁邊咻咻叫 然後眼睛還睜不開來 對但我就是走這條路 我才發現最好的保暖是持續前進 你要讓你的身體一直動起來 你不要停下來 所以我全身上下因為要走得遠 所以你的這個背包是裝得很輕的 在路上可能遇到一些 來自於世界各國不同的人 會告訴你一句話 Pigliter go further 所以我的行囊其實很清簡 我即便在零下十度的地方走路 我大概身上只有三件 一件內衣一件中層 然後一件防風防雨的外套而已 那你當然會冷 可是當你發現你持續的不斷的走路 不要停下來 你還會冒汗 所以我那時候我原來明白了 最好的保暖是持續前進 我現在把你抄下來 最好的保暖就是持續前進 其實人生也是這樣 有時候你真的會覺得寒冷 會被別人辜負 不要以為任何在光鮮亮麗的狀況之下的人 沒有 其實每一個人都是一個故事 都有一段辛酸史 可是我很知道 就是讓你能夠身體保持熱情 或者是覺得生命值得眷戀 值得活 狀況就是持續前進 不過呢 持續前進也不能勉強 要有節奏的前進 按照你自己的願望前進 對 永遠不要像一個奴隸一樣 被別人呢 就反綁雙手說 去去那吧 就算呢 命令你的是一大群人 也不行 是 感謝大陸姐 這其實是我上路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 從小到大並不是一個那麼快樂的人 多敏感 比較自卑 也比較膽小 很多事情會想得很久 很多事情會往心裡去 常常跟人家聊天的過程中 看人家的表情跟眼神 你會覺得喔 他沒有那麼認同你 於是你自己心裡很多的小劇場 然後經過不同的工作 然後歷練之後 你會覺得 我發現我自己是個不快樂的人 所以我決定裸詞 裸詞之後我想要去走一條路 然後讓這條路可以洗刷自己的心情 你裸詞了什麼工作呢 我原來在 你混的 不能說人家混的 你的圈子很多啊 什麼媒體文化參與政治圈 你還當過助理還是什麼對不對 就是在市政府服務過 然後可能 但是我是長久以來 不見得是某一份工作 長久以來不快樂 所以我就 當時我是決定我就裸詞了 什麼都不管了 我已經是四十一二歲的年紀 你這麼大啦 對我四十二歲 我決定就中年了 然後裸詞 先不管下一步是什麼 突然之間 到了這一刻 我明白了 人生是一部安排好的劇情 你好像是一個環環相扣的一個任務 你到了這個節點 下面的劇情就會開始打開了 就上來了 所以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關的門 我常說是門跟窗 但我有不同的解釋 關的門是關了啦 那窗在哪裡呢 你看不到 但是你如果一直都停在原地 在那個很幽暗的屋子裡面 沒有光你就看不到 所以你要尋找的不是窗戶 你要尋找光 對 所以我就沒有料到 我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裸詞了 然後開始對前途茫然了 一個十年沒有聯絡我的朋友 十年不見了 通常可能就石沉大海了 這個時候突然電話就響了 他打來 就說欸各位你在哪裡啊 然後不要不要喝杯咖啡啊 見個面 於是就約了 結果因為這個人 原來在西班牙大概兩三年 他就建議我說 你現在有時間 那你去走走路好了 有一條路叫朝聖之路 就開始跟我解釋 我回家做了功課 我覺得這條路好傳奇 好有趣好有特色喔 你沒有感覺好荒涼喔 當時我覺得那個荒涼反而 我看過沙利麥克林 還有各式各樣的書 朝聖之路有沒有 朝聖之路 對對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符合我的心境 那我沒有準備太多 我就出發了 大概兩三個禮拜就出發了 其實你準備越久 你越難出發 是 對 你知道嗎 你那種心情我也曾經有 比如說我25歲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 我其實就是一個多敏感 很憂鬱 別人講什麼話 就是會往心裡去 而且自尊心很脆弱 如果用那時候的我的一個狀態 來適應現在我必須扛的責任 或壓力 或者是一些什麼刀刀跟劍劍的話 我想我應該早就自己完蛋了吧 可是其實就是在那個 我不知道人生何去何從 那時候書也一點都賣不出去 我已經開始出書了 我曾經裸辭 然後到英國和法國住了一年 其實是一種很荒誕的流浪 當時不知道什麼朝聖之路 可是我後來回過去 我覺得在人生中 對我而言最有轉捩點 把我從這個一塊豆腐 可能慢慢要訓練成 也不算石頭 就是可以摔的 好像iPhone有了保護殼一樣的 大概就是那段裸池的歲月 那個流浪 還有那個曾經被偷到身上 一塊錢也沒有 然後四處在一個陌生街頭求援 就是那個時候 打電話也沒人哭怎麼樣 我打電話都沒人哭 哇塞 明白明白 但是那個時間後來覺得說 他就是要我休息 也許我以前想 自己的人生的方向的路 我覺得受挫是因為 不是我受挫 而是那條路我不該去 新的體會 我看你也去了很多路 其實跌跌撞撞 就是為了要尋求一條好路 嗯 餐飲我也做過 適合自己的路 對對對 哇丹若姐妳真的很厲害 嗯 好那你呢 就是慢慢慢慢走 總共走幾天 我總共走了33天 我中間休息了一天 所以大概32天走到 那我第三十三天的時候 抵達了終點這樣 你跟我說休息一天 是不是表示那天的時候 你在掙扎還蠻有罪惡感 為什麼我休息 呃我有一點點 但是因為我沒有想過說 我一個人去的 結果在路上結交一些旅伴 好像跟生命一樣 你是一個人來的 結果最後可以有一群人走 那剛剛很多的朋友 就說他們希望在 萊昂里昂這個大城市 可以多休息一天 所以我們就在那邊 多待了一天 哦其實那也過得挺愉快的 對 而且我發現那條路是這樣 因為那個路就是 就是那條 大家一定要往那裡走 所以你第一天遇到了夥伴 你日後可能也會遇到 如果速度不會差太多的話 對對有可能 但是有可能他的計畫 就跟你不一樣 他就跟你偏離了 然後你就變成一個人上路 最後有可能在終點又相遇了 就跟人生一模一樣 為什麼可以偏離 不是只有一條路嗎 他可能要多休息一下 或他可能有點受傷 又或者是有各種不同的原因 很難說真的很難說 但是那也就是命定 好人生就是一條朝聖之路 這是黃國偉 冬日朝聖之路 你走了33天 其實這也不是在比快的 那大家差不多走的那個時間的range 在哪裡 每一天大概大家會走 看自己的步伐 大概是15到30公里之間 平均起來可能每一天會走20公里左右 那有的時候你可能 尤其是冬天 有時候下一站的庇護所 或你住的地方 並沒有開 所以你要再繼續往下 走到下一個城鎮 所以 他不告訴你嗎 你可以其實 現在都有些APP可以查 或者是你自己 如果不放心 你可以提前打電話問 那尤其冬天其實開的餐廳 或庇護所 沒有像春夏熱門的季節 來的那麼多 所以有時候你們會先了解 那因為大家可能會在路上結交旅辦 有時候有些旅辦呢 就是計畫通 像我呢 我是從頭到尾 我除了在法國部分呢 有訂住宿以外 我在西班牙路段 我是一間住宿都沒有訂 我走到哪住到哪 我就去找 其實你這個就叫有點瞎著走 然後看病院要把我帶到哪去 對 可是這種旅行很舒服啊 對 因為你沒預訂嘛 萬一你找到一間破旅館或什麼 你就有那種賺道感 對 對 所以路上可能會遇到有些人 他可能已經訂了某一個地方住宿 但他偏偏在這個路段 他腳扭傷了或拉傷了 他走不到那裡 所以這條路其實就不斷在改變你計畫 告訴你 你不要學著控制任何事情 你只要學會控制你自己就好 所以在走在這條路上的時候 我原來從一個控制狂 或是我本來很擔憂的很憂慮的 我就慢慢慢慢讓自己療癒成一個 我就隨遇而安輕鬆放下 所以我幾乎是沒有訂任何住宿 走到哪住到哪 那有時候這個城鎮比如說沒開 主人他也去旅遊了 那我就再繼續往下一個城鎮走 我最遠大概一天可以走到37到40公里這樣子 這也是蠻厲害的 就是每天 背著包包 這個慢慢的跑了一個馬拉松 但你還背包 而且你的包我看起來很重啊 你說有20公斤 40 沒有沒有沒有 大概我原先 因為自己完全沒有登山經驗 會沒有走路這種践行的經驗 所以我當時是幾乎全部都買新的 那我以為我需要很多 我甚至剛出發的時候 買了吹風機 買了這個小腳架 我覺得我一個人去沒有人幫我拍照 我自己買個小腳架 我還買了小冰爪 然後覺得在雪地裡 我就背帶包包 你想幹嘛 就是覺得怕滑嘛 所以你就會穿小冰爪 所以大概 我的重量可能有12 13公斤重 我才背上去 我就覺得已經 我的腰就非常的不舒服了 那這邊先跟各位朋友報告一個數字 通常你要長程健行的話 最好這個背包的重量 不要是你體重的十分之一 就不要超過你體重的十分之一 比如說如果我65公斤 那你的包包6.5公斤 剛好你可以負荷 這個我也有經驗 那你講的十分之一 其實還太重了 因為我那時候是爬玉山 還有馬來西亞的神山 那玉山 我的包包已經搞到 大概3公斤不到 我到了那個七八和睦 還是覺得天啊 這什麼東西 然後到比如說走一走 要休息的時候有沒有 那時候已經拿不下來了 就是你就背著你的那個包包 直接靠在岩壁上 對 就重量往後移了 是的 就只能這樣子 否則再拿下來再上去的時候 再背上去 更累 我知道 其實那時候走這些路 就是要告訴你說 你本來一直希望 擁有很多東西 因為你得不到 你才有挫折感 對不對 可是呢在過程之中 你會發現你的擁有 常常是一種重擔 對 這就是我的感覺 我跟淡文傑分享個故事 我大概只有在第一個地方 還在法國路段 就是法國住的起始點 就是St. John Pitbull這個城市 就是有訂住宿 我記得我剛進去的時候 整個庇護所沒有人 只有主人 那這個主人是個法國人 他坐下來之後就跟我講說 我現在跟你講很重要 你仔細看著我 我以為他跟我說這個住宿規定 所以我就覺得我英文沒有那麼好 我要仔細聽他講 他突然開口跟我說 不要期待 不是比賽 不要計畫 就去走路 去找那個原本就存在的你 去聽自己的心聲 走不下去了 就回家 不要繼續走 下次再說 這就是Camino Camino是西班牙文路的意思 我想說 哇他怎麼會突然跟我講這個 然後我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間之後 重新看自己的包包 我才發現原來我只帶了兩樣東西出門 一個是恐懼 一個是慾望 我就重新檢視包包 我想說 那我自己必要的東西是什麼 所以我把我的小腳架 我的吹風機 我的這個小冰爪等等 我覺得可能我不會在路上再用到的 我把它因為是全新 我包裝起來放在客廳 告訴大家可以自由取用 就是寫了一個紙條 一個memo這樣子 重新背上這包包 才發現它變成七公斤 好輕 就符合了路上的人說的 Pay a lighter Go further Now life easier 這樣子 對 否則你很多時候就是帶著一個 你以為需要的東西上路 其實你並不需要它 並不需要 所以我回程了之後 很多人也會做同一件事 他會看他的包包 什麼東西是他從頭到尾沒碰過的 喔原來這東西可能是他的欲望或恐懼這樣 回過頭發現 喔我還戴了曬衣繩 我覺得不知道去哪裡亮衣服 所以我常常到處飽然後就亮 就不需要嘛 你這個一定很愛乾淨 我一輩子不會想到這個東西 還有個頭燈我也沒遇到 我沒用到這樣子 那有些人可能會很摸黑 凌晨可能五點六點 他就開始出發 他可能戴 那我是從頭到尾 就這兩個東西沒用到 其他都用到了這樣子 我也跑過隔壁100公里 但是我很知道 只要裡面多了500公克 我的人生就會變得比較艱難 刻刻計較 可是像這樣子的人 就是你說我也不是什麼買不起 但是我的人生欲望並沒有很高 那就是不會覺得說 我一定要去也什麼樣的享受 才叫做快樂 當你心裡沒有那個設定 那東西萬一沒有找不到的時候 也不要懊悔對不對 也許你那時候把頭燈丟了 後來又需要頭燈了 也不要懊悔 沒錯 因為丟的也是你自己 對 就是讓自己更隨意而安 而且覺得自己的肩膀 自己的腰 自己的負重 變得越來越輕鬆的時候 我發現每一步跨出去 都是更有力量的 你可以丟掉一些 原來你認為你很需要的東西 你才發現其實很多東西 都是你不需要的 好那你把你自己的文章念一下 從我是個不快樂的人開始 一直念到我打這邊的 好 我是個不快樂的人 常常質疑這個世界 腦海都是問號 所以我不想要孩子 因為我不希望他像我一樣 從小呢 我就被人家笑眼睛小 老師問問題的時候 同學都笑我眼睛張不開 或者用手指把兩個眼角往後拉長 變成咪咪眼 而且還會伴隨著嘲弄的笑聲 長久下來我就認為自己很醜 跟大家不一樣 我就生出了自卑心 我從小也不會念書 國中成績很爛 高中沒有考上 腦子也不聰明 別人一次能了解的算術公式 我要好幾次 最後要硬背才行 我專科念電機器 爛到了岩壁 靠死背法呢 考上差大 再靠死背法 考上研究所 我資質很平庸 胸無遠之 如果人生是一部西遊記 我不是孫悟空 也不是豬八戒 比較像是沙烏盡千的那匹馬 沒有存在感 也沒有台詞 好我們現在呢 就繼續來再讀你的心路歷程 其實這本書就是 要去朝聖之路的人 要看一下到叫做冬日朝聖之路 不過呢我看他的書 我得到的這個最好結論是 我不要冬天去 好繼續剛剛的 出社會工作後 我想把每件事都做好 找尋成就感 童年沒有的 長大後 加倍討回來 就像是報復一樣 不知不覺 變成控制狂 凡是沒有依照計劃 執行的 或有所變化的 情緒就變得焦躁易怒 踏上聖雅各之路 踏上聖雅各之路 我告訴自己 這一生 你無法不犯錯 你最應該原諒的人 是你自己 而你最應該肯定的人 也是你自己 我得丟掉些什麼 才能獲得什麼 就像牛頓第三 運動定律 我常想 上帝發給每個人的背包 尺寸一定一樣 你沒有辦法 什麼都裝進去 凡要裝新的 一定要扔掉舊的 人生是體驗 更是取捨 貪心的人裝宰太多 重的只能原地等死 如果你跟我一樣 凡事往心裡囤積 左耳鏡找不到右耳出 我想告訴你 無論如何 原諒你自己 肯定你自己 你看我把你的書 也都讀完 謝謝丹如姐 謝謝 其實除非那個書 真的 就是真的看不下去 或者是那種 醫學全數 我不可能把百科全數念完 但是其實 這就是一個人的習慣 就不管我做任何的小事 我不能說我做到一百分 但是盡到我自己的責任 你有沒有覺得 朝聖之路也是這樣而已 對 就是 就走嘛 對 管別人速度幹嘛 對 但有時候你會覺得同伴是個負擔 怎麼說呢 因為節奏不一樣 對 我們兩個要一起用 而且一邊講 講話有人溝通當然很好 但有些時候在你想獨處時也是消耗能量 對 我的感覺一模一樣 我可能在路上不同的路段遇到不同的旅伴 有的人他一百九十幾公分 腿長就是我兩倍 他走起來很輕鬆 我走起來有點要追趕跑跳碰 那對 有時候這樣 有時候我才發現說 第一天為什麼我在第一天起點我遇到的庇護所主人告訴我說 不要期待 不是比賽 我不要去跟著別人的節奏走 我走自己的路 所以當我發現不行了 我開始一直喘的時候 我就告訴他說 你先走我們下一個地方再見 我就發現 你一開始去幾乎就遇到一個天使 對 我真的後來走在路上發現 喔原來他告訴我這條路 你應該走的一個心法 可能你可以把它當成一個簡單的旅程 就是走路 可是你可能有個心法要告訴你 你要怎麼樣療癒你自己 不一定要去跟著別人的節奏 別人的計畫 別人的步伐 你跟著你自己就好 所以我一開始就有人告訴我這件事 他就是我的天使 你有沒有發現 你前面寫了一大堆自卑 但是事實上如果我現在要你 那你有你的長處在哪裡 至少說出三點 你說 熱心善良 然後還有責任感 這就夠了呀 其實女人找好丈夫的條件 你看就是我常常給人家突然出問題 對不對 那你在那個最短時間內回答的 其實常常還是不假思索的真心話 所以你完全知道你的優點 而且我剛剛說 我覺得你這個聲音啊 在未來世界大有出息 你知道為什麼 可以當AI樣本 我最近上的 上的很多這個線上課程 你感覺都是那個人在念的唷 可是其實不是 不是一個真人 那個自證槍員 他是真人 他用你的語音 所以各位要是聽到我打電話給你 那一定是詐騙集團編的 因為你現在只要把一個人語言 大概只要一分鐘喔 然後把它 包括你錄到那個已經過世的親人的聲音 你可以為 就放進一個組合 這個科技已經做到了 就幫你念文章 你知道你的聲音很像李季準嗎 歡迎收聽李季準的感性時間 這是怎麼學的呀 沒有就是小時候念書的時候 都會聽那個廣播嘛 就聽一聽就覺得 都記在自己的腦海裡了 所以你知道這個聲音 假設說你現在 有人覺得你聲音很好 你賣給AI 那你就可以收版權費 就跟歌手在收歌唱的費用一樣 而且現在可以做到語氣啊什麼啊 就聽得很清楚 我後來在上線上課 或者跑步的時候在聽演講 我還寧願聽到AI的聲音 也沒有香音 咬字都相當的俐落 很想要參加淡如姐的節目 我找到了一個相機 是 就是你慢慢等 那總是會等得到的 而且其實你有非常多的優點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人為什麼不快樂 因為我們不看自己優點 我就看我沒有的 就看我的缺點 看我的眼睛不夠大呀 看我的功課不夠好啊 看別人有的我沒有的 是 其實比較乃人類最大的禍害 不是比賽 但是你不是說不比較 你就要和光同誠 而是你去看自己的優點 你總是會發現 我有的優點 別人還真沒有 對不對 連耐心都是一種極佳優點 耐心尤其在現在這種 資訊爆炸的年代 耐心很重要 我只能說 你去走這個朝聖之路 這太晚了 如果25歲的時候去走的話 可能那個勇敢 其實人是歷經一切又一切的那種挑戰才勇敢 對 那你後來就再也沒有辦法去團體旅遊了對不對 我覺得一個人旅行是一件很快 你不需要 你只要整條路上 你唯一需要遷就的是你自己 對 我其實很喜歡一個人去旅行 那甚至有時候是跟朋友去 比如說要去郵輪或是去哪裡啊 到一個地方 我說請今天都不要理我 我要在這裡寫文章 說你不要回家寫在這寫幹嘛 我說那不一樣 不一樣 感覺不一樣 我想跟自己對話 其實我看你這個書 我其實有一半是享樂主義者 就是能夠有好吃的東西也挺好的 我看到什麼阿斯托加是歐洲的巧克力發源地 對那個地方好多巧克力 我最喜歡滿是巧克力的城市 你知道為什麼 這很妙喔 我每次去都是巧克力的城市 那個城市通常就表示它國泰民安 然後人民有一種就是享受甜食 享受生命美好時刻的feu 你讓我想到巧克力製造工廠 我知道 Swan還是什麼 我記得 所以這是阿斯托加 還有高地的建築 高地做的主教工 Estoga的一個主教工 然後它是高地的設計 所以在裡面放了很多的藝術品 現在在朝鮮之路上有個很著名的景點 叫做鐵石自駕山 非常非常的 這個地方很高 它有個很長很長的一根長竿子 上面有個鐵石自駕 它的原始製造日期是15世紀 它的本尊就放在這個 Estoga的主教工裡 現在路上的這一根是一個複製品 因為我看個高地都只限於在巴塞隆那 原來這邊也有 而且你到它的咖啡廳 你在這裡的享樂就是巧克力加熱拿鐵 然後就繼續寫寫東西又繼續走了 那個窗戶剛好就看了它的建築節作 所以就是很完美的一個過程 然後等到它開了我就可以走進去看 對 那很多人可能他是覺得自己的腳程不夠快 或者是有些人還是比較容易擔心 所以他們就錯過了這個就繼續往下走 那我想說沒關係 我最晚走 我最晚到也沒有關係 我就是一定要進去看一下 是 好 我也快要開始可以走朝鮮之路了 其實人當經過了很大壓力之後 後來如果一個解除 你就會再去找另外一個來壓自己 像朝鮮之路這看起來是一個很好的執政 可以壓住我這場執政 會有這麼多條路喔 有很多條 你還幫我整理了法國葡萄牙 沿海之路 北方之路 原始之路 西班牙跟法國的路哪一條是屬於其中 還算比較好走的 有一百八十公里而已啊 其實葡萄牙之路也是很熱門的路 而且我先跟各位朋友講 就說像法國之路雖然全長是大概八百公里 可是真的不一定要走完八百公里 你可以從最後一百公里走 你飛到那個城市 然後從最後一百公里走 你只走一個禮拜 然後甚至是五天都可以 而在去年四十四萬人 走完比較好炫耀真的 我常常這樣 我也可以異業啊 但為什麼要畢業 只有我天知地知 你是我知 但是以去年四十四萬人走 這麼多人喔 大概二十年前 一年才七萬人 全世界才七萬人走 去年已經四十四萬人了 很多人可能生活壓抑 或者他希望給自己再重新定位自己的人生 所以去年已經很多人走了